肺癌跟肺腺癌 這個是一樣嗎 大家常常把這個兩個混合在一起 肺癌跟肺腺癌它不是一樣 肺腺癌是肺癌的其中有分類 我大概減速一下 我們的肺癌它簡單的來說 它就以細胞的型態分為 小細胞癌跟非小細胞癌 那為什麼小細胞癌那麼特別被分出來 因為小細胞癌它的特性就是說 它很容易早期轉移 所以我們手術對它不是一個主要的治療方式 所以這一組病人我們就讓它去做系統性的治療 像化學治療或是其他治療 直接做到化學治療 對 那其他90%的這個非小細胞癌裡面 肺腺癌只佔了70% 在90%裡面又佔70%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知道就是說 超過一半的肺癌的病人 它都是肺腺癌 所以大家才會有這個誤解 就是說好像得肺癌就是得肺腺癌了 並不是 對 肺腺癌是比較大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去養肺咧 保養這一邊 對 保養 對 西醫的建議就是說 你去預防一些這個危險因子的接觸 當然我們就是建議就是說 不要抽煙 對 那電子煙也算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居住的地區是像剛剛講的 你的PN2.5的濃度會比較高 或頻率會發生高的機率比較高的地方 你可能家裡要有準備空氣遺跌機 以後出入要戴口罩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家族 三等級裡面曾經有肺癌的這個病史的話 對 我們也會建議你就是說 你可能還是在你生命中的某一個階段 要去做個檢查這樣子 我明白 那肺癌是怎麼被診斷出來的呀 一般來說以前 以前檢查沒有那麼進步 我去看個醫師我要拿那個什麼老保單 很麻煩啊 八三射水的時候 大概都是像你 老師一開始講的 就是痛到 受不了 已經第三期 或是七二三 才去看醫師了 對 那樣子檢查出來大部分都是後期的啦 那不過現在的社會 這個癌症篩檢的普及 大家會去自費做一些 這個電腦斷層 所以現在我們在診斷肺癌 其實很多都是用電腦斷層 去做一個診斷 一般如果我們會給病人建議的話 我們就是說如果你要篩檢 那你沒有危險因子 你要篩檢的話 我會建議你大概每年做一張 X胸部X胸片檢查就夠了 因為它另外也還有輻射的問題 喔 對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什麼樣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你去做 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可能就是你剛剛講的反面嘛 高危險群的病人 沒錯 年輕病的 抽菸的 然後 季家祖師的 年紀大的 或是你已經出現肌重減輕這種 還有你的 咳血啊等等之類的 我們會給你牙胎做電腦斷層檢查 這樣子 對 那如果真的不幸得到了肺癌 那這個治療的過程很久嗎 然後怎麼的治療 對 我們一般對這個肺癌的治療方式 有幾種啦 其實對主要的第一種就是 跟它正面直球對決嘛 就如果你是早期 直接切掉嗎 第一期第二期的病患 我們認為在統計起來 在手術切除 對病患的存活力是有幫助的 我們會直接建議你有手術切除 OK 那你如果是 它算是一個大手術嗎 肺部手術是一個大手術 算是一個比較重大的手術啦 比起開這個三期啊 前的字這樣 當然還是一樣 對 OK 那比較晚期的病人 我們就會 譬如說你是第三期 第四期的 你可能有局部淋巴結有轉移 或是一些有遠處的轉移的話 我們就會 另外還有一些武器啦 當然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化學治療 我們的化學治療有點像 轟炸戰場上的轟炸機 它打過去 好的細胞也打到 壞的細胞也打到 所以會有一些副作用 第二個武器就是 我們聽到的電療 那這個電療它並不是 拿電子去電它啦 它是 意思是 我們是用放射線治療啦 那這個放射線治療 它是以多數的這個放射 光線集中在一個點上 然後在那個點達到治療機量 所以 它算是一個區域性的治療方式 所以它還是有副作用 因為在照射的周邊 它還是有一圈 輻射 是嗎 對 輻射包裹的地方 它會受到搏擊 會有一些副作用的問題 那除了這個 常聽到的化療跟電療之外 另外還有這個 比較新興的 像這個標靶 就是後來新的發展的 對對 最近也比較新的就是說 這個 標靶治療 然後 免疫治療 免疫系統 自體治療嗎 對 就是我們用一些藥物 去喚醒你體內的免疫細胞 因為我們身體自然清除 這些非我的細胞的時候 就是 用我們的免疫細胞去清除的 手速的新發展來說的話 我們在肺癌的治療上面 我們大概第一個 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個 這個微創手術嘛 那其實我們現在微創的定義 就是定義 就是說我們可以 盡量以 不傷害病的 或是傷害小的方式 達到同樣治療效果 就是CP值啦 對 那所以我們在微創上面的進展 就是說我們目前 胸腔鏡手術的話 可以以幾個 這個一公分的傷口 或是甚至一個傷口 就可以做一個肺葉的切除 聽說提高肺癌的這個存活率呢 有八字針研 提早發現正確治療 你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的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今天謝謝醫生 謝謝老師 想知道更多健康新知嗎 歡迎到健康聊天室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將 分享給更多的人知道吧 see you bye bye 好